创建这个文件名的话,大家一定要写的,让人一看就能明白你这个文件里面是放的哪些内容 大家那个名称取的时候,一定要取得清晰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去修改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配置文件 大家看到,然后这里面,别人以前也有一个示例 这时候我们把它去掉,把这个注释把它去掉 这个不要了 rulers-not-rulers 这样的话都已经,把它已经写好了 写好的话,然后我们去,现在的话肯定还是原本生效 但是生效之前的话呢,我们需要自文件还没有去进行配置 我们去把它配置一下 配置的话呢,大家一定有那个命名规则 然后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是一个怎样命名呢 然后一个级别,还有一个什么你要监控的指标 然后还有一个操作,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一个示例 就是说incidence,incidence是代表一个实例级别的 然后后面的话,我们换一个not级别 嗯,那个我们要根据一个自己的一个情况 那这样的话呢,你命名出来的一个规则呢 让大家一看就能明白,然后你这个表达是 然后那个是那个都监控哪些东西的 我们来看一下,group name,取个名字 这个是一个间隔 如果弄个多长时间去弄个去取一次值 然后10秒 入了94 record 然后在这边都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名称 记录名称,instance instance not cpu 然后的话是一个 五分钟的一个平均值 ym 然后的话,下面的话是一个表达式 就是我们那个,嗯 在那个 在这个里面写的一个表达式 来看一下 嗯,这个表达式的话 使用一个竖吧 这样竖的话的,探办 这样竖的话是那个探办的 我们去,从这里面直接去取吧 我们之前不是写那个,写过了吗 然后的话我们 一个是cpu的 相关cpu的 嗯 这个 这个 看一下 那个后面那个是一样的 嗯 嗯 by instance 乘100 然后的话 嗯 下面是我们的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 match 这个类型 这是相当于那个给他的那个,多加一个标签 嗯 嗯 嗯 好,那个 我们看下面 你去来去那个,去查询一下 看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去,嗯,重在一下配置 我们看一下他那个 看个话多少 嗯,q-hub 然后9268 然后9268 还是在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下他那个配种键,然后有没有生效 然后入了 嗯 大家看到,然后他的配种键 应该是那个已经生效了 看到,然后这里面是那个已经显示了 已经生效了 这样我们这时候我们去,嗯,前面查询一下 看一下 然后叫什么名字来的 看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 叫incidence node cpu 去找一下 i开头的 大家看到,然后这是不是在这里 然后这是我们写的一个名称 大家看到 现在的话,是不是那个也是同样可以那个 达到我们这个查询的一个效果 然后并且的话,后面我们是多给的 加了一个标签 一个那个metric table 因为都是一个聚合代表 这边是 所以这个 这是我们的一个持久查询 我们这下面的话呢 我们再去给他 那个多加几个 多加几个 然后 然后 cpu的已经 cpu的已经加过了 再加一个 内存的 和一个 和一个测盘的 这两个实例的话 我们前面已经 讲过了 然后的话我们这里面就不 再讲一遍 看一下 看一下 没有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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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的话是一个表达式 下面又是一个 空格 都对应的上 好,我们现在来再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另外两个叫什么名称 也是因实认识开头的 看一下也是因实认识开头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为什么只有一个cpu的 看一下 我看那个是不是 嗯 发信一下呢 可能那个 看一下 看到现在的话 这已经过来了 这个是内存的 看到 然后还有一个 是我们一个磁盘的 好,那个 关于一个持久的查询的话呢 我们这个我们这里 那个就讲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